不要 不要 不要再救你 我的事不用你來 你是不是瘋了? 那個女孩子究竟做錯了什麼 你要取她的命? 她錯在有一個喪盡天良的爸爸 她爸爸殺死了Banny 當時Banny還有一個寶寶 就算是這樣的 你也不能濫用私刑 你以前是警察, 你知道的 我老婆和兒子很無故那麼小 我不可以什麼都不做 你以為殺了周曉月才能報仇? 你覺得你這樣做 Banny會開心嗎? 是嗎? 是不是在找到哪裡去拍婚紗照片? 不是, 我登記一座器官捐贈的志願者 你平時捐血都不夠 現在連內臟也想捐出去 你心裡這麼偉大? 你知道我的血液有多罕有 任何情況之下 我都很想幫到有需要的人 是嗎? Fanny生前最喜歡幫人 現在她的心在這個女孩裡 就等於幫Fanny延續生命 你怎麼忍心摧毀她? 你怎麼忍心摧毀她? Fanny… 對不起 你別太自責 我相信Fanny會明白 這件事交給警方處理 兇手一定會乘之虛乏 我不是做錯了很多事嗎? 我有沒有連累你? 沒有 事情還沒到最壞, 還有得救的 我想自首 你們在這裡嗎? 凌雅受傷了, 召救救護車 撐住 救護車來了, 你撐住 撐住 多元 不… 主要 雷, 你說如果你有什麼習慣 你叫爹爹怎麼辦? 幸好這次平安沒事 其實想了, 爹爹也有責任 爹爹應該早就派到保證在你身邊 不過爹爹給你保證 以後沒有人再可以傷到你 爹爹, 那個人說話是不是真的? 當你出院好了之後 爹爹送你去外國的網球學校 找世界級的教練教練網球 你說好不好? 你別說了別的事 為什麼那個男人會說是你 買空石四驅未婚妻的? 你不用管那個人說什麼 那個人精神有問題的 你老實跟我說 我…我的心是怎麼得回來的? 你是不是寧願相信 有一個曾經要殺你的人 也不相信你爹爹? 爹爹從來沒有做過對不住你的事 至於那個人怎麼誤會爹爹 我會找人查的 我不會找人 Cindy的項鍊已經裝了GPS 你給我搞定姓令的差別 我會找你 兄弟, 你們有什麼事? 這麼喜歡找冰冷, 哪來的 什麼鞭男腳? 放手? 他們放手,不要弄一會兒,走吧 周先生 什麼事?這兩個不知道是什麼人 記者 不好意思,周先生,我們不是記者 我們是警察,你是下口供的 原來是警察和警察 如果剛才我手下有什麼得罪 真是不好意思 我這次真的要感謝警方救了我的女兒 稍後,我會寫一封感謝信給你們 不用客氣,我們想幫周小姐下口供 不知道方不方便 真是不好意思,我女兒剛醒了 她情緒很波動,醫生給她開了鎮靜劑 我想這個時候不太適應老口供 既然如此,等她情緒穩定 我們再來找她 有你白行的拖行真是不好意思 不要緊,不過如果之後有需要 我們會請周先生你協助調查 好,打電話給我助手 好,約了時間 謝謝你,那我們先走了,帶我去 再見 根據資料,你沒有把發現疑犯的事 通知負責這宗案件的同事,為什麼? 是因為當時我手機剛剛沒電 身上也沒有充電器 我打算先確認她藏身的地點 然後再想辦法通知負責的伙計 事後我問顧長,他說手機沒電 所以沒辦法通知我們 是,你信不信她說的話? 我信 你在那裡見到顧家強,有沒有覺得奇怪? 當時我只顧著追她槍手,沒想到其他 為什麼之後你擅自採取行動? 是因為我看到凌毅意圖傷害一個女孩 也就是本案另一個傷者周曉悅 當時情況危急,我唯有現身制止她 那你有沒有成功阻止她傷人? 有,我還勸服了她向警方自首 不過很可惜,最後她被人槍殺 這些都是你說的,有沒有第三者證明? 你信不信顧家強闖入石火後 是要阻止凌毅傷人,和勸她自首? 我信 你為什麼這麼相信她? 你後入沒可能聽到她之前說過什麼 顧家強是不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 是 她是一個很重情義的人 但是絕對公私分明 在林偉良七中的案件裡面 你們倆是否有爭辯過? 有分歧很正常 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 那在凌毅的案件,有沒有爭辯過? 有 她替凌毅說話? 她有質疑過,凌毅是否涉案人 而她提出的疑點是合理的 對了,為什麼最初你會被調離調查小組? 是因為我和凌毅是好朋友 是因為你們是好朋友 她曾經在你手上逃脫 令你誠信受質疑,是嗎? 《隱形戰隊》 《燕宇熱播》中 想看更多精華片段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吧